Hello 我是Alan Hello 我是Tracy Tracy 終於出關了 我們出關第一天去哪裏呢 就是去石定區 應該你未去過 我也未去過 今天第一出車 本來在台灣沒有 4.6 台灣原來有一件事很方便 就是有一個共向汽車 你在路邊自己找 它會有 Apps 你可以自己找 告訴你車在哪裏 剛才找車都找了十多分鐘 剛好家裏附近沒有車 但我覺得這件事已經很方便 如果不是你以前的概念 是要你去某些租車的公司 跟它簽了大輪約 然後又要給我按金 這樣才可以 興奮完車之後 就第一次再出去玩 想找一個地方 即是開車才去到 或者開車才會去 雖然我覺得以我們以前的經驗 我開機車連林口及基隆都有再過去 其實都沒有一邊不會去 但這個地方都在山上 所以這樣駕駛車就應該會舒服一點 所以這次試駕駛車去 不過不知為何我自己覺得 原來我學完車後自己駕駛車出去 我不是很緊張 因為電單車的經驗 路面經驗多了 可能是 但我真的覺得自己都很神奇 我覺得我不是很緊張 最主要這次的石定區 就看到有一條老街 然後我們已經預約了三點去吃流水麵 因為有上網看到Youtube說 那裡最有名的就是吃流水麵 但地區我看見就不像日本那些很漂亮的 有竹圓深處的 但食物質素都還可以 我們試試吧 甚麼都試試 在日本我們都未吃過流水麵 竟然在台灣吃到 我覺得很神奇 但我發覺台灣吃日本東西是有很大驚喜的 是啊 所以我們稍後去到石定區再說吧 好 一陣見 GoGoGo 我們到了石定區 多漂亮 台灣也有很多這些老街區的地方 讓人在這裡輕鬆 感覺一下 我覺得很有味道 老街是會沿著這些溪和河樓去建 不知為何 當然是沿水建屋 當然是有水啊 有山有水 如果你是老的 應該就是以前可以在這裡拿水 洗衣服啊 弄東西吃 嘩 那些小鳥 是不是啊 我覺得很有型啊 So cool 旁邊有個行人路 然後它會有牆 然後牆上會有很多粒粒的透明珠 很漂亮的在那裡鋪了 很有趣 甚麼意思呢 不知道啊 漂亮 那你生得這麼漂亮是甚麼意思 嘩 在這個年代還有打鐵店 還有它的產品在這裡 你看還有打鐵店 嘩 好漂亮啊 對 很漂亮啊 這些是不是打鐵路 我不懂叫這些是甚麼 那那些是石定炭的 不輸啊 不懂 很有趣啊 又是八年歷史路店來的 其實我來之前呢 都有做一些功課的 接著之後呢 發覺其實這邊都幾多東西吃的 有一家甚麼一粒粽啊 甚麼旺市豆腐啊 甚麼陳記豆腐大雪糕啊 那但是今天行程呢 因為主要都是流水麵 所以就 不要貪心 會有炭鹹 有肚子 但如果一陣呢 有些可能一串串少少呢 那都試一下 嘗一下OK 對呀 不要吃吧 不過我覺得難得來這邊 我們還有少許時間 因為我們距離那個樓上還有少許時間 所以就 都每一間店就去看看吧 這裡有一張美食地圖呢 就是我在網上看到的那些 那我現在上去那間一粒粽 這個王氏豆腐 陳記豆腐冰 這個個個都說要來試一下 但他說茶口很出名的 以前在這裡是賣茶葉 這裡不是有一間馮春茶口 那剛才剛剛走過了這一間 那我們接下來 那間流水麵線就是這裡 之後呢 其實附近呢 石定區呢 還有很多值得去的 所以我想今天去不完 我們試一下下一集再去吧 那來這個千刀湖呢 我們很想去那裡 這個淡蘭古道呢 我也想去 這條釣魚好像很漂亮 我們看看今天有沒有機會去得完 去不完就下次再去 嘩 這裡就是那間很出名的一粒粽呢 它是有不同味的粽 好像很好吃的 可以呀 你想不想試一下 我想試一下 好呀 試一下 我最想試那個甜的東西 我那些無甜不歡的 紫米甜心粽 這個桂花種 我都覺得好像挺好吃的 是鹹的嗎 應該是鹹的 剛才我們就買了一些粽 他說原來冷凍包都有 然後可以放半夜 所以就可以買回去試一下 精靈好不好吃 但是我們隨便挑了三個 整個石頂呢 它都有一個代言的公仔 在這裡 就是這隻鱷魚 雖然我不知道為何跟鱷魚有關 這間也挺有趣的 不過這間就是我其實很想試的一間鱷魚 它還有這個白豆腐芝士 還有豆腐芝士 我們吃一塊 我想吃冰淇淋和這個 這個是什麼 蠔蓉紅心 我其實完全不知道味道 它還有芭蘿 芭蘿 芭蘿 不知道 還有這個我最想好奇的 就是豆腐冰淇淋味 吃到一個豆腐味 但是那些浩甜的人 會覺得不夠甜 手工冰淇淋的 我覺得它的口感也算是這樣的 好吃 吃這個很好吃 好 讓我先試這個 這個叫什麼芙蓉紅心 其實我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它好像有寫是巴勒加豆腐 Tierre Mason 嘩 真的不是開玩笑 我不想分享給Tracy 嗯 嗯 好了好了 給你了 吃完這個再說吧 那你給我吧 別浪費了 这家陈记豆腐超好吃的豆腐 然后冰起来 然后你再吃的那种感觉 就没有香药味 就很珍质的豆腐是甜点的 哇,这家陈记豆腐极推 你一定要吃 我觉得很好吃 雪糕越吃越好吃 然后呢,因为雪糕会吃 最后吃到那一刻 我自己在吃豆腐花 好像是豆腐 我觉得好像是一串豆腐 对,我觉得很好吃 好吃 好吃 然后我们现在就去一条 就是这个食品家最出名的街 就叫做 天天街 是啊 这个是阿玛 麻薯也很出名 这一包 这个绿色是什么口味 茶叶 哇 这个是包装茶 哦,包装茶的茶叶 嗯 要不要先吃一个看看 也可以耶 你要不要先吃一个看看 可以,来来 我先吃一个包装茶 好 很香 谢谢 谢谢,这么贴心 嗯 是不是很特别 我很喜欢这个花生 哦,谢谢 爸爸在这里啊 对啊,爸爸还没来啊 嗯 好吃啊 好吃啊 这个茶味很浓 对,茶味很浓 对 我喜欢茶味 对对对 哇,好大包 谢谢 它的茶味是越吃越浓 对啊 我觉得这边的那些东西 全部都是的 好吃的那些是越吃越浓 然后 天然的都是这样的 我也不知道 没有,很差 现在换一个 换一个是原味的 你觉得可以很好吃 对啊 这里呢 这里还有一间白莲石头屋 是给人们拍照的 哇 这些这么够的表情 哇 它连这些餐具都还留在这里 哇 哇 哇 房洞很小 有个大大的 房洞 哇 如果真的有什么事 然后躲在这个房洞 其实那种感觉都很害怕 是啊 只躲在这里都很害怕 是啊 好,那我们就在那个 不见天街呢 就走出来了 那条街呢 很短的 但是呢 我就觉得那条街都挺有趣 就是那些 很多浓草的东西 真的很短的 然后呢 大家整个石定老街呢 整个气氛呢 我是很喜欢的 嗯 那来到这边呢 真的挺chill 挺慢步 但是今天 我们完全不慢步 因为我们约了三点钟 要吃个流水面 所以时间有点焦 好 那我们现在就 要上回去 拿车 然后就出发去吃流水面 GoGo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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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Go AM shop 公 四台客人 我們等他們的水下來的時候 就開始 我覺得是一個體驗 好可愛 來吧老婆 你反應很快 你幫我夾 還有另一隻顏色 它有三隻顏色 它有紅色 白色 還有綠色 如果你夾不切 其實有一個籃在 所以你是不怕夾不切 不過你一直都會很想夾完 你就不想掉下去 你看摩先生 摩先生的速度 就是在這裡 很怕會看到麵 就像我這樣 滋東有樂園 你的 好 感謝 嗯 嗯 好吃嗎 好吃 但是好玩 好玩多個好吃 但是麵是不錯的 它開始出些水果了 這是什麼提子 還有什麼水果出來 對 難道就是那幾顆提子 那個水果就是那幾顆提子 哦 完了 真的沒有了 原來那幾顆提子真的 我好像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五分鐘 其實整個個成五分鐘左右 然後好餓 很忙 對 我以為它會有西瓜 這些水果 只有提子 最重要是只有 一顆 還有呢 我覺得它三隻麵的顏色 我是不會分 最後有什麼味道 分別 它唯有綠色 是體驗為止 是挺過癮的 但是我又覺得 譬如吃麵 你吃冷麵 最重要是很爽 對 它是做得到 因為它是一個盆 對 然後它是用冷水這樣沖 用冷水這樣泡 所以這些麵的麵質質 是非常好吃的 對 就很Q 有點Q的那種 好 那我們吃完幾顆提子 應該會再去其他店裡玩 那我們吃完再說 好快 嘩 你這個流水麵的體驗 很瞬間 對 很快 玩完了 對 但是呢 其實它是一定要預約的才好 因為它剛才 好像我這樣說 它只有四條流水管道 可以拿來吃麵 它有其他座檯位 其實是給那些 已經煮好給你吃的那隻 如果你想體驗流水麵 就真的要預約了 我今早 即日熟 1點2 10點打給他們 他說最快都要3點 所以有興趣來 就記得要預約了 今天是禮拜六 所以我們現在吃完麵 就再散步 那我目標呢 就打算去那個千島湖看看 好嗎 好 真的 因為我們還有時間 但是那個是不是很難開車去 你這裡本身已經很難了 好多個 是啊 好 那我們稍後見 來 我們就到了這個千島湖 我們現在就來到這個八卦茶園觀景台 那這裡呢 其實才是真正看到千島湖那個全景和景色的地方 好 那我們現在就去那個觀景台看看風景 那不就這麼漂亮 Go Chase說這塊東西呢 很有記事感 這塊好像那些Zip Line 什麼Zip Line 好像在加拿大環呢 那些上到很高的山 然後你真的綁住個人 然後Woo這樣Zip下去 你現在可以下去的 天氣真的很好 好適合交入 哇 難道這個八卦茶園 就因為這裡有個類似八卦呢 這裡就是千島湖啦 哇 好美喔 在香港沒那麼容易看得到那些種茶的地 你看那些應該種茶的吧 然後它是調味的 調味條 調味條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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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那今天整個行程呢 就差不多結束了 今天都算 我覺得有點急速的 因為主要是卡在中間的面線的時間 那還有呢 每一個體驗呢 去到都覺得好像很短 就算我們去千島湖呢 其實它那個位都挺背光的 那所以呢 以前你去看風景的時候呢 反而中午時間可能比較好 或者早一點 好美喔 還要再早中午 快到你的頭頂啊 那這邊呢 是有很多個觀景台去看千島湖的 那我們現在選了一個八卦茶園呢 那旁邊呢 就有個茶園可以慢慢探查 那但是呢 其實它除了這邊呢 每個觀景台附近都會有些咖啡 那但是我覺得整個石定這個旅遊區呢 來一次我也覺得挺Chill 好像來了一個短的旅行 那我們呢 又直至來這裡呢 就很近啦 車程半個小時左右 那有車也可以半個小時啦 那電單車其實就 其實就 條路有點難走 我就覺得是有些辛苦的過程 那幸好現在就學到車 所以過程都比較舒服啦 那好啦 那今天呢 就希望大家喜歡這個Ford 那我們也都很久沒試過 那去郊遊去一些地方 去新鮮體驗一下 那我覺得今天都很Chill 有一個Recover的地方 你呢 你可不開心啊 老婆 為什麼啊 在香港是很難找到 一個類似於這樣的一個大的地方 很短的時間你就可以來到 然後來到之後呢 就好多景點你可以去 就是一個很短的一個Trip 就可以 一天就完成了 就不一定要一個很長的假期才能完成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很享受 享受那個彈性 大概做一下功課就可以來了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那有什麼跟你說 或者覺得我們今天 留了什麼沒去到呢 就留言給我們知道 我們下次再開車過來玩 我們都覺得我們會再聯絡一次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就是這樣 Bye Bye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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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